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福建公民張拉 因為在網路上轉發弱勢群體受欺壓的信息 被當地警方逼得無法找工作 11月3號 他自駕小木船偷渡臺灣海峽 結果被邊防派出所抓獲並罰款 由於關押期間 失衣服沒有換下 海水腐蝕西彎 導致皮膚潰爛 福建閩東福利主教郭希錦 因拒絕加入中共認可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最近警方為了逼他簽署加入官方教會的文件 持續5天對他騷擾 脅迫 11月13號 郭希錦從任職的寧德逃離 回到羅江老家躲避 河南省疫苗受害兒童家長何方美因多次到北京上訪 並組織疫苗保護之家進行維權 被中共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名逮捕 已被關押近10個月 案件11月15號在河南徽縣法院開庭審理 庭審結束後 法官宣布江澤七宣判 向紀省南昌航空大學文法學院老師紐傑 日前在微信群轉發香港被捕示威者的照片 並指出他們只是孩子 沒有整死人 不是暴徒 紐傑被人舉報 校方14號發消息說 學校對此高度重視 將嚴肅處理